你們看 那麼漂亮的番茄 我住在的時候很喜歡選當季的青菜或是水果 所以今天要給大家看用番茄做兩個特別的小菜 我們要兩個方法 一個是比較像沙拉的番茄 另外一個是我們會用烤箱烤的 我要先在最下面 好像一個 現在是番茄的器材 所以我覺得番茄的味道更重 更juicy更好吃 真的嗎? 看不到 我記得下時候去野餐或是去海邊 每次我媽媽會給我這種番茄 然後貼一半 放鹽巴 然後熱 是這種 比方說 這一半 鹽巴 嗯 它好吃 最大的 我會用烤的 好 我要先預熱 然後放 15分鐘 200cc 然後我要先準備那個比較熱的番茄 然後我要貼蘑菇 洋蔥 跟茄子 你貼的時候要貼比較小的 這個 我知道有很多小朋友 不喜歡茄子 可是你們媽媽 現在可以用這個方法 這個做法 做法 她們應該會喜歡 在法國 用番茄 用比較鹹的 不會甜的 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我發現你要不要用一些 呃 跟草莓一起 跟那個小湯嗎 在上面 我覺得還蠻奇怪 因為我們在法國只有 這種鹹的 蘑菇 茄子 我很喜歡吃 但是我們的茄子 真的完全不一樣 我們的茄子 比較像那種 木瓜 很像那個木瓜 是比較 沒有那麼長 然後比較大的 那個洋蔥 我要加一點點水 我要 Cover一下 小火 那現在我要準備那個 沙拉的 還有一個 番茄 用法文 番茄 我們說 tomat 很像英文 tomat 然後我們在法國有很多 普通種的 番茄 我們有很大很大的 比方說 像 那種很大的 蘋果 然後不同的顏色 有鋁絲 紅色 purple 真的很多 就是一種 那種 我們在法國說 希臘 稀色 好 我們加 橄欖油 意大利 香醋 香醋 OK 然後 大蒜 很重要 我們在法國那部 很喜歡用大蒜 因為我們做 blood 非常好 不要忘記啊 不要忘記看一下 裡面 我加那個 木土 我用那個 tomat 很香 很香 加那個 什麼 沒錯 鹽巴 black paper 一大利 香 香 香料 嗯 哇 好啦 你們看 那個 番茄有變 軟軟的 放在裡面 放在裡面 一大利 起司 在法國 番茄還蠻便宜 真的啊 我第一次來台灣 買番茄 我就好超貴 因為在法國 可能買烏克 是大概20塊台幣 所以真的很便宜 OK 放一個蓋子 然後那個 起司會 濃化 哇 什麼 你餓嗎 累嗎 累嗎 啊 好累 番茄沙拉 跟靠的番茄 試試看 好吃嗎 它乾淨還蠻好吃的 看裡面 看那個雞上 煎過 就先打算 不是 沒有可以放 花那樣放 一些 玉米啊 或是 蝴魚 雞肉 什麼都可以 那個 烤的番茄 因為裡面 我知道 那個茄子 跟木骨 洋蔥 跟那個 頭脈 那個 番茄 真的很會配 它好像是法國人 超喜歡起司 不要當他們的女神啊 不要當他們的女神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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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